吉安乡部落风年祭即将登场 乡内19个阿美族部落青年 28号由头目联席会长伍德焕及各部落头目陪同 前往吉安乡公所报信 热情邀请乡长由淑珍和全体相亲 共同参与部落的年度盛事 青年勇士们以嘹亮歌声和充满力量的舞蹈 宣告周知各部落风年祭即将展开 并送上了米酒、槟榔还有槟榔叶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风年祭 乡长游淑珍也回赠部落嘉菜金 鼓励部落青年回乡承担起 记忆文化永续命脉 得以辛火相传 接力延展族群世代深深不息 部落文化传承深深不息 今天非常开心的看到我们部落的青年 带着他们的期许跟他们的愿景 来到吉安乡公所报讯息 也开启了我们今年风年祭 19个部落的丰收跟庆典 今年更特殊的是我们2022年成年礼的展开 我们希望承担起青年未来展望在部落 也希望青年能够当刚起部落文化 礼仪跟我们成长的这样的喜悦 吉安今年很风拾很快乐很丰富 欢迎所有的乡亲一起来体验 19个部落的风年祭 更期望欢迎我们所有来自于全国的好朋友 一起来吉安探索丰收 学习跟部落文化祭仪的一个祭典之美 欢迎大家一起来 今年度吉安乡部落风年祭从8月6号开始 将由各个部落陆续办理 今年适逢阿美族8年一度的勇士进阶成年礼 由吉安乡三大部落伯伯、纳豆兰 还有李漏部落为首 历经一个星期的勇士进阶礼文化成长营之后 7月30号及8月13号要在回南湾广场 带领全乡将近200位12岁到20岁部落青少年 完成马那嫩月演赛 正式成为阿拉麦的部落勇士 也欢迎乡亲在尊重部落文化传统记忆的规范之下 可以一起走进部落来参与活动盛事 这里会吉安相报导